台南市复兴国小营营这次的丽冬节 好好细维一会上后 在星空公团的古板 星际小王子完转宇宙 透过设计无同的创官游戏 让小孩可以透过实质操作 当时对无头有竞争的食材 我们这次复兴国小举办的星空运动会 是为了我们这个儿童节 给孩子有一个创意难忘的一个活动体验 那这个活动的设计呢 是以我们复兴国小天文课程为基底 那透过天文课程的一些教学 让他透过操作体验的游戏的过程里面呢 对天文的素养跟认知呢 能够在他的生活中去理解 天文跟我们其实是很密切相关的 也透过这样的活动呢 让他对天文也比较不会那么陌生 那透过这个儿童节的活动呢 让天文的校定课程跟活动结合 让孩子留下一个深刻难忘的回忆 这次的活动设计五种不一样的观察 让孩子可以透过学生来完成任务 也透过无意可以让孩子了解 在在无条身体的受到很多不一样的阻力 就是可以学到一些平时生活上 没有学到天文知识 还有一些就是平常不会用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学到 还有很多天文知识 就跟一些有关星座还有一些虫洞的问题 有这样的问题 对 你下次还会想要在希望学校再办类似相关的活动呢 会 会希望学校再办 因为很有趣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平常学不到的东西 很好玩的 我学到很多天文的相关知识 然后还有一些体育方面上的游戏 然后这个还有很多星座 天空方面的知识 然后如果要当太空人的话 要有强健的体魄智力 透过天文的相关知识 已经在在固定的活动中 不知道可以让核心对固定的内容有更多了解 当然也可以让每一位同学都可以了解到 因为太空人背到外太空是这间哪位带 而且不简单的事情 待会儿新闻刘萍 彩虹报道